冷凍水果第二期 它来啦 冷凍草莓 这一搭档才15块吧 比鲜鲜的那种 还要便宜还好吃 肉眼可见的草莓沙冰 冰点草莓里啊 还加了很多糖了 但是这个就是纯草莓的味道 而且每个都很饱了 我在看它的这个 商品详情页的时候发现 奶茶店里各种带有 这个草莓果肉的 应该都是用这种东西做的 这种冷凍草莓 是让我不是用鸡 也能吃到草莓 但不是太爽了 你来了吗 冷凍够离块 这个我也好喜欢哦 外面买来的凤梨 你还要给它削皮 但是它直接给你切好冻好了 冷凍凤梨 凤梨果然比 菠萝好吃多了 甜甜的汁水和沙饼 混合在一起的口感 居然有个网友 还给我推荐了 这个冷凍巴勒 它是那种面面的那种口感 我一直都觉得 巴勒好酸不敢尝试 但是它这个巴勒 是那种 性向的微微的甜的口感 在你眼前 长得很像萝卜的东西 其实是酸芒果 店家还给我配了 这三种料 据说这种吃法 叫做 桃膳眼水果 我让全家这个布上料 真的很酸 但是我不信 对不起 额粘少物质 咱们拿着 店家的吃法 把这个梅汁给它淋上 蘸酸梅粉和辣椒粉 蘸了调子后 果然就没这么酸了 但是竟然还能保留住 那种芒果的青香菜 这个口味就很神奇 但点还有什么 性奇的水果 也可以告诉我一下